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又是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华硕的败家字眼主板 这个主板应该是J390平台的 搭载的是一颗8核16线程的i9级处理器 这可是正28级的i9级处理器 OK,我们给它插上电源通电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还没开机,这个RGB灯就已经开始亮了 我们按下开关试一下 开机之后主板是可以上电的 风扇都能撞 主板上面自带的整段卡跑码00 摸下CPU,CPU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温度 主板上面是提示CPU爆错 那我们给它换一个CPU试一下 如果真的是不幸CPU凉凉了 那个就真的是血亏啊 CPU应该有保修 换上我的机4900 看一下能不能跑码 换了一个CPU之后 掏声依旧了 依旧是跑00,然后是CPU轻微发热 主板是报CPU错误 OK,我们来测一下吧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测复位 这个主板开机之后是没有复位的 复位电压为0伏 OK,我们再测一下时钟 时钟是有电压的 PCIe槽上面的时钟是有电压的 有时钟,没复位,CPU发热 我们测一下CPU供电 有电压 有电压 CPU供电也有了 众所周知 主板的复位信号是由蓝桥提供的 那我们先把蓝桥给撸了再说吧 就在这个眼睛下面 把这些挡板拆掉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主板的真面貌了 这个主板的型号是M11F 就在我准备搞它蓝桥之前 让我逮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注意看这个芯片啊 这个芯片它已经被烧糊了 这个烧得挺严重的 镊子轻轻一碰 直接成灰了 挫骨扬灰 这个芯片是一个供电芯片 给CPU提供一个VCCIU的供电 这个供电没有的话 会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所以就会导致开机 CPU爆错不跑嘛 直接拿风枪 把这个芯片给取下来吧 它下面已经烧糊了 和主板都粘到一块 所以拆起来也比较难拆 拆下来了 不仅芯片烧糊了 主板上面的焊盘也烧掉了两个引脚 先把它刷刷干净 这边呢 其中有一个引脚 是这个供电芯片的供电 这个引脚的前面 还有一个222的电阻 就类似于保险的作用 也是烧没了 OK 那我们用飞线的方法 把断掉的这个引脚 给它接上去 只需要接一根线就可以了 再给它换上一个好的芯片 顺便把前面那个保险电阻 也一起给换掉 OK 现在大功告成 我们来测一下 有没有短路 这个供电的输出 是没有短路的 这个芯片的供电输入 也没有短路 下面就可以尝试 通电开机测试了 保险起见 把CPU给取掉 先测一下这个电压正不正常 开机 这个电压已经有0.95V的正常输出了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OK 我们可以把CPU给它装回去了 不出意外 它肯定是正常跑码了 这个也是千里之中的 没有装内存 所以卡故障代码53 把这些挡板都装回去 换回它的i9级处理器 装上内存显卡显示器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 那肯定也是意料之内的 华硬的眼睛再一次的被点亮了 它带了一旁过来 直接进系统了 可以正常进入 这桌面 这年轻人 这身体吃得消大 我们还是进BIOS看一下吧 还是这个界面看起来舒服一点 这个i9 9900K 这个i9级的CPU 还是比较流皮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